太震撼了 根本都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这个影片是 AI 生成出来的 不知道你们发现到有什么缺陷吗 它的缺点就是 完全没有缺点 文字生成视频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OpenAI 推出的 Sora 吊打全部文字生成视频的 AI 工具 很难想象一年前我们看到 AI 的视频是这样的 巨石墙生 The Rock 再刺石头 那时候我们还觉得 AI 只是一个消化 现在我不懂你还笑得出吗 非常的震撼 我们就来一起探讨 Sora 到底有多厉害 Sora 是 OpenAI 最新的 AI 模型 它和以往的 AI 模型很不一样 你以为 Sora 只是 GPT 加 DAO 13 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的简单 Sora 它是一个可以从文字创建视频的 一个新的 AI 模型 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可能你会说 文字生成影片根本都不是什么重大的更新 更何况不用说它还有什么重大的突破 可是 Sora 和我之前试过的文字生成视频的 AI 工具 很不一样 因为之前的文字生成视频 它只是可以生成短短的几秒 少至三秒 顶多都给它生成到十秒 所以你的生成的视频是非常的短 现在 OpenAI 发布了这一个 Sora 它可以生成60秒的视频 而且这才是刚刚开始罢了 可能影视行业是第一个会被受到冲击的 说了那么多我们来看 OpenAI 到底发布了什么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女人走在东京的街道上 她的细节做得非常的好 不只是这个视频里面的主角 细节很好 它后面的人 地上的质感全部都很到位 在几个月前你和我说这个是 AI 生成的影片 我觉得一点都不可能 现在 OpenAI 它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影片了 你看到它的细节也是非常的明显 很难相信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还有这个巨大毛茸茸的猛像向你奔跑 那个质感是非常的好 无论是它的毛发或者是地上的一些细节 Sora 她在文字生成影片这个领域 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还有这个人物的视频 是不是很难相信它是 AI 生成出来的 可是现在它真的做到了 而且一些 AI 的通病 比如说眼睛、鼻子、嘴巴、手部、脚部 那些都是之前 AI 的通病 现在完完全全的都不是问题了 而且才隔了多久 才短短的几个月就有那么大的进步 AI 生成出来的眼睛也非常非常的逼真 而且这个不是图片 而且这个不是图片 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影片 这个视频是一个菜式 镜头就转向这一个三个人那边交流 谈话 这个镜头也是一镜到底 到最后还拍了一个那么美的热络 这些都是 AI 处理出来的一些数据 从这个视频我就能看到 AI 到底会对影视行业带来什么影响 分分钟多几年都不用人去拍摄了 而且连模特儿连演员都不需要 就能从 AI 生成这些数据出来 那么得意最多的是谁呢 就是会写提示的人 所以提示员一定会很重要 如果你看到这里你还没点个赞你在干什么 赶紧把这个视频的赞给打去五眼六色 想要跟着进一步骑士的频道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 可以带你去到我的179 ChatGPT 自定义指令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这个视频去学习 到底如何用 ChatGPT 自定义指令 也就是 Custom Instruction 想要学习更多的 AI 工具 由 ChatGPT 开始 把 ChatGPT 都掌握在你的手中 好了我们回去我们的视频 在这里它也能生成一些很可爱的卡通 这个栩栩如生的松鼠 应该不是松鼠吧 这个叫什么 它的提示就是一个小小圆形的生物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可爱 这个也是 Sora 生成出来的 这些细节在 AI 模型是非常的难得 其他的文字生成视频工具 好像都做不到这样的效果 看到这个从地铁拍摄的镜头吗 这个也是 AI 生成出来的 我能看到以后这个工具一定会很有用 因为它能制造出一些不存在的东西 还有这个地方的航拍镜头 它也可以生成出来 只是单单这个镜头 你懂要花多少钱吗 你需要买无人机 可以考一个无人机的驾驶照去进行航拍 AI 都可以做到了 你还需要无人机吗 可以节省拍摄的费用 有看到有那么多人吗 而且它后面人的细节也是蛮厉害的 AI 生成视频已经不是前几个月的水准了 现在完完全全不一样 在这个网站我们还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例子 这个场景就像日本取景的 只要你输入对的提示 你就可以生成类似的视频了 非常的厉害 它其实还有更多很好的例子 在这里我就不意义的讲解了 链接我会留在视频下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它的链接去看 SORA AI 到底它能做到什么样类型的视频出来 我们看了一些很好的例子 看起来 SORA 真的很厉害 可是它却有一些缺点 它就无法理解场景的因果 好像你输入的提示 一个人在吃饼干 那个人他吃了饼干过后 可能那个饼干是没有痕迹的 它还是一个滑满整整的饼干 这一个就是它的缺陷 它不知道这个饼干吃了过后 它会没有了一半 它会混乱一些空间的细节 比如左右混乱 就比如说这个视频 你能看到有多少只小狗吗 本来一开始是三只的 到最后越来越多了 这个就是 SORA 的小小缺陷 还有这个篮球掉入篮筐 过后到底会发生什么 它也推算不到 那个球甚至能穿透那个篮筐 因为它也不知道 这个球到底要进这个篮筐 还是这个篮筐只是一个存在的物品 这些就是它无法推算到的 这个例子就比较明显了 就有一个女人庆祝生日 有一个蛋糕上面插满了蜡烛 然后这个女人一吹蜡烛的时候 这个蜡烛没有熄掉 这个就是 AI 它推算不到的 它不知道当一个人吹蜡烛的时候 这个蜡烛是会熄的 这些就是这个 AI 推算不到的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我相信在短短的时间 Open AI 一定可以解决掉 这些那么小的问题 看回一年前的文字生成视频 它们从那一边真的进步了不少 它仿佛就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内容给你带来价值 记得点个订阅打开小铃铛 因为在未来我将会发更多类似的视频 带你试试更新 AI 的最新消息 还有分享更多更好用的 AI 新工具给你们 想要支持这个频道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 另外我ChatGPT 179 制定义指令 这个教学将会协助你 如何更好的和 AI 沟通 因为如果你要ChatGPT给你好的答案 首先你要输入好的指令 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 点击视频下方 或者是看我之前的影片 你就能知道我在说什么啦 好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